好 好 我的不可能人生可能嗎 Asia小書寵要問光哥一個 小小的不知道你有沒有的經驗 就是光哥有沒有在為病人 禱告的時候然後你在心裡面擔心說 他會不會不會好啊 禱告這樣會不會很丟臉啊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都 講完了 當然啊 會啊 會不會擔心 那我問完 都想要跟神一起經歷神大能 但是對這方面沒有信心 你可不可以講一個小小的經驗 來分享跟鼓勵他們 我覺得在為病人禱告這件事情 是耶穌所給我們的命令嘛 要從兩個角度來講 第一個就是神機騎士 超讚的這個神機騎士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神的工作 可是呢 神卻邀請我們 與他一起參與 在這個 同工在這個過程的裡面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的責任就是我們要去 按照耶穌基督所講的這些東西 他給我們的榜樣嘛 然後他為病人禱告 然後病人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我們也應該要 效法耶穌去為那些病人禱告 第二個東西就是我覺得 你禱告完以後 千萬不要禱告完就走了 你又問他說 不好意思弟兄或是姐妹 請問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你有感覺有比較好嗎 或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你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 我們禱告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我們一直禱告一直禱告 都沒有看到那個結果 可是我們也需要知道說 有些時候神會透過那個結果 來回應我們的禱告 我自己曾經被服侍的時候 也是那個就是我在 那個同工也是問我說 你覺得怎麼樣 那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你幹嘛一直現在逼我要回答 或什麼東西 可是我就發現說 當我真的安靜下來 我真的去察覺 或是我真的去試的時候 我發現真的 不是像之前這麼疼痛了 那你要不要把感謝獻給誰 第二題我想要問光哥的就是 在神蹟跟發生的當下 就是在禱告的當下 禱告的那個人 跟被禱告的那個人 他們兩個人 或是一群人 有沒有什麼他們應該要做的事 或他們當下應該要負起的責任 你在為人禱告的時候 沒有發生神蹟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 我們在學習跟操練的過程 所以我就覺得不要放棄 你如果是服侍的人 不要放棄繼續禱告 然後也幫助對方說 雖然神蹟沒有發生 可是請他千萬不要灰心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就繼續來到台前 來讓我們可以服侍你禱告 回去也可以自己禱告 不要對神失望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神蹟沒有發生 很多人會對神失望 所以就不要對神失望 我們繼續的禱告 繼續的尋求 因為有些的突破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或者說可能有些的東西 不見得是你禱告了一次 你就經歷到這樣子的一個突破 所以就是鼓勵他們不要放棄 然後呢 那如果說神蹟發生 就是如果你為他禱告 他真的得到醫治或什麼的話 當然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感謝神 我覺得兩個都要感謝神 不管有沒有發生 都要感謝神 禱告的人絕對不要認為那是他 你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在禱告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其實我們就是一個 delivery man 我們就是一個快遞而已 我們不要把榮耀歸給自己 就算我們看見 哇神成就了多美好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要讓對方知道說 其實這不是我們做的 這是神做的 應該要把榮耀歸給神 那我覺得對於那個禱告的 被禱告被服侍的那個人 很重要一點就是 他繼續的要怎麼樣子 讓他自己保持在這個信心的裡面 因為我發現啊 有些人他們經歷到神蹟 他們真的有得到醫治 可是他們呢 並沒有信心去保守住 這個神蹟在他們的生命當中 那我要講這個到底是什麼 有些人可能回去的時候 他們繼續在恐懼害怕擔心的裡面 他們回去會去question 他們回去會去質疑說 真的嗎 我真的有得醫治嗎 我真的有得醫治嗎 他真的很不確定 那很多時候仇敵就是透過這種 魔鬼就是透過這種的質疑 跟這樣子的小性 而把這個神蹟從我們身邊上奪走 這有可能 然後另外我也知道 有些人是他可能回去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我得到醫治什麼 所以我又隨便亂來 我又隨便 就是又抽菸喝酒 或是又派對 或什麼那些東西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都是 那個都是沒有好好的管理 神所給你的這個 breakthrough 神所給你的這個神蹟 我覺得其實不管是我們 在為人服侍 或是那個接受服侍的人 我們其實都要繼續的持守 在對神的信心的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那包括其實如果 你雖然是非日主 其實我們也常常為非日主祷告 如果是非日主的話 我們都會問他說 那你現在經歷到這個神蹟 那你願不願意相信 耶穌基督 接受耶穌進到你的生命的裡面 我覺得耶穌在你的生命的當中 就是一個最棒的生命 跟信心的源頭 所以其實耶穌在你的生命的裡面 才會翻轉改變你生命當中的 每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也會問他 要不要去做這個決定 所以蠻多人在那個時候 都很對神其實是蠻敞開的 對啊 我覺得剛剛聽到很多重點就是 其實不管你有沒有得醫治 在當下有或是沒有 其實你要相信神真的有在工作 我跟大家講就是 其實我的膝蓋不是之前打籃球嗎 對 受傷 然後受傷或什麼的 然後其實我去到很多的特惠 像Bill Johnson 很多這些Randy Clark 這些所有神大大使用的這些人 都為我禱告 伯特利的那些領袖什麼 全部那些目的都為我禱告 還是沒有好 好有N高的膝蓋喔 沒有沒有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好多人禱告過 我還是要做一個選擇 就是每一次當有這樣的機會的時候 我願不願意到台前 我願不願意從我的座位上站起來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放棄了 算了 但是我覺得說 No 我還是相信神會醫治 然後還是我願意讓 弟兄姊妹或是同工來服侍我 不會說不用不用不用 你看那些那麼 那麼有N高的能力的人 都為我禱告過都沒有了 你們這些小康 或是你們這些地方 You never know 有些時候我發現 就是弟兄姊妹為我禱告的時候 我有很大的進展跟突破 所以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你的突破或是你的醫治 是神要透過誰帶到你的生命當中 所以我就覺得 不要放棄是最重要的 對 不要放棄 好 你們今天學到了嗎 你注入愛的元素了嗎 每一位基督徒所看到福音書中 記載耶穌所做的事 很少有不感到興奮的 福音書包含了神的性情 和心肠之活生生的見證 他對百姓的愛 遠超乎我們最瘋狂的想像 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是我們如何回應神的作為 在某種程度上 我們的回應取決於 我們對幾個相關問題的答案 是否自最後一位使徒過世之後 神跡就終止了 是否自聖經正典完成之後 神跡歧視就終止了 終止論的觀點 絕非根據聖經本身的啟示 也絕對在耶穌的生平 教導和預言中找不到 耶穌是最完美的神學 雖然目前尚有人 持終止論的觀點 但隨著耶穌的神蹟侍奉 在世界各地教會 越來越多彰顯 相信終止論的人數 也不斷地減少 尤其是在基督徒 人數每一天都有加增的地方 如使徒行傳所記載的一樣 這樣的情況特別明顯 神跡終止論 是人自己所編造出來的教義 這套理論的創造 是為了配合他們相信神跡的季節 以不存在的信念 但如果我們相信神跡今天仍舊存在 我們又面臨了另外一個問題 神跡的發生 單純是神主權的行動 也就是神主動施行作為 我們是旁觀者 還是我們也參與在其中 前者的主張大致上 是神跡可能會發生 但只有在神主動施行的情況下 才會發生 我很感謝這些人 有這種進步的想法 但此種想法 似乎廢除了耶穌吩咐門徒 要去醫治病人 使死人復活等等的事實 也就是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節所在說的 耶穌並未吩咐門徒 要觀看神主權入侵 不可能情況的作為 他不是叫門徒在那邊看而已 耶穌說你們要去醫治 這是一個已知的事實 是每一個信徒的喜樂 但神所吩咐的事情 需要我們的順服和追求 神需要我們配合跟祂一起同工 無論是醫治的神蹟 或是靈魂的拯救 神通常會回應我們的順服 另一個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問題是 如果耶穌的意思是要我們參與 醫治病人 使死人復活等等這些事情的話 那麼我們要遵循的標準是甚麼呢 耶穌所展示給我們看見的是 神可以做的事情嗎 或是祂要我們看見的是一個 與神有正確關係的人 可以做到的事情呢 我相信是後者 雖然耶穌過去 現在和未來都是完全的神 但是祂卻選擇成為了人的樣式 當祂在世上的時候 祂也受到了人所受到的限制 因此就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 耶穌是否有賜給我們一個範例 一個榜樣 是每一個平凡的基督徒 都可以去遵循的 我相信答案是毫無疑問的YES 耶穌基督是完美的神學 祂就是愛 而愛能夠帶來改變 聖經上沒有任何一個 耶穌參加了的葬禮 可是死人還是死了的記載 我不認為這個意思是說人不會死 因為聖經說死亡是人人必經之路 但耶穌似乎經常碰到 人不是在神所定的時刻過世的這種情況 我們至少應該要嘗試去做耶穌所在做的事情 包括讓死人復活 很多人因為害怕被嘲笑 而不敢回應主的這個吩咐 另外這個任務我們可能永遠也做不好 但即使是如此 我也沒有權利來更改我的任務 只把我可以做的好的事情 變成是我的任務 然後將之稱之為我的事工 所以好不好今天讓我們起來做這個禱告 天父請幫助我不要落入被人類的可能性 所限制的人生 我非常渴望將你彰顯出來 如同像耶穌一樣 將耶穌所賦予我的復活生命 可以表明出來 對於看似無望和搞木死灰的景況 我要有不同的眼光 知道在你沒有難成的事 只有在你說一切都成了的時候 我才會結束我對突破的追求 請你在這一點上面幫助我 好不好也讓我們一起來做一個信心的宣告 我決定我的餘生將竭力學習活出復活能力 和神同在生活的意義 我知道唯有這樣 我才能夠學習耶穌的樣式 成為生命之父最好的代表 耶穌所給我的榜樣以及祂的大使命 以足以讓我大聲地說 我願意 我要全心全意地跟從祂 使我們的父神得著榮耀